欢迎来到爱家好一 扁桃腺化农这个诊断 常常很多妈妈带着孩子去看病的时候会听到 然后听到化农两个字心情就很不好 觉得很严重 很恐怖 但是其实扁桃腺化农这个状况 或这个症状疾病在我们儿科 说老实话并不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情 不过相信大爸爸妈妈心里还是有疑惑 所以小博妈妈今天我们的家访的对象 她也一样很担心孩子扁桃腺化农的问题 我们听听看她怎么说 就去年九月的时候刚好学校肠病毒 那小博也发烧了 那带去给医生看的时候 医生是说小博是扁桃腺发炎化农 那有请我注意说 一年如果四次的话 是不是要去大医院请医生评估 是不是要有切除的必要 那扁桃腺的问题会引发她之后的 那个呼吸障碍睡眠中止症 还有她的打呼声也会比较大声 医生就是说请我小心一点这样子 那十月中旬小博好了一个月 她扁桃腺又化农了 又开始发高烧了 那我又赶快带去给医生看 那医生也是又提起这个问题说 今年已经两次了 那一年四次的话 是不是就是要请医生去 因为她有扁桃腺比较肥大的问题 那她就是说请医生评估 是不是有切除的必要 医生竟然已经跟小博妈妈说 她扁桃腺要开刀 那恐怕我要现场亲自看一下 她的扁桃腺有多种了 我们到她家看看 哈啰 博医师好 小博妈妈好 博医师好 哈啰 后面有两个小博偷 来 跟博医师说好 小博医师好 小博是哥哥嘛 对 小博是哥哥 哥哥现在几岁啊 快六岁 快六岁 弟弟咧 弟弟四岁 四岁喔 你不要来我这好了 你好妈妈 那你做整官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小博 对 那她什么问题 就扁桃腺 就扁桃腺化农的问题 反复啊 什么时候让你 就是她发生了几次 那你怎么发现了呢 之前小时候也有 可是就是顶多发烧嘛 吃药 过了就好了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很 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好嘛 反正就吃吃药就好了 意思是说 扁桃腺很红啊 很肿啊 導致她发烧 那还好 那到去年 九月刚开学 幼儿园刚开学 学校的肠病毒案例发生了 是 她也发烧了 我就担心了 想说完蛋了 你会不会感染肠病毒 是 然后她说 妈妈我喉咙有过痛 我连吞口水都好痛喔 我就自己用手电筒照嘛 晚上的时候自己照 白白的 我就隔天一早就带去看医生 是 我就跟医生讲说 医生他们同学有肠病毒 已经一个案例了 他会不会被传染了 医生就说 妈妈你来看 这个不是那个肠病毒 这个是白点 是化膿 然后你看我等一下吸喔 他就被我吸起来 那一定很痛 好痛他就挨了好大一声 你知道吗 对 他有医生有跟我讲 只要一年有四次 就叫我要注意 他说他扁桃腺比较肥大 医生也举自己案例说 像我我也割了 他说他自己是不是 对 说他也是扁桃腺肥大的 他也割除了也没有不好 可是 又想到割那个 又要全身麻醉嘛 是 当然对小朋友不好啊 对 我也还没急到四次啊 所以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 9月第一次 我10月又去报道了 10月中我不到一个月 嗯 一样他又化膿了 对 又发烧了 对 我又去了 医生又再次提醒我了 对啊 所以这两次他都是发高烧 发高烧 喉咙非常的痛 对 然后医生也给你看 你看你看化膿 对 然后两次都有疼痛吗 是啊 但是没有化验 是没有 然后也没有什么感冒的症状 我就直接带去诊所 对 高烧素吃了就很快就好了 很快呢 就不烧了 所以你竟然很紧张说 他会不会再凑满三四四次 是啊 四次嘛 一年四次嘛 我就要去咨询嘛 是 那你想一定是全身麻醉啊 什么的 那 虽然我有看过这个器官 可有可无啦 但是 存在一定有它的用意嘛 对 那医生有说啊 他这样子日后打呼声会比较大 他有跟你说 有 他说因为扁桃腺肥大的状况 对 可能日后有这个问题 是 然后可能会引发睡眠呼吸中止症 好来小伯来 他叫我要注意 看看你的喉咙 自己说 他平常扁桃腺没有很肿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会看 对 没有很肿 普通而已 医生是说 叫我有状况的时候 带去大医院 对 也是这样跟我 好 我想我们藉由小伯的这个故事 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 到底我们扁桃腺化膿 有多少原因 那到底要多严重 我们才会说要注意 可能要手术 把扁桃腺割除 对 另外就是真的扁桃腺肿大 会影响到睡眠吗 我们看一下艾佳顾论团怎么说 扁桃腺化膿的原因 最主要是感染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小儿感染科医师 黄大为医师 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那如果真的要手术的话 我们请耳皮侯科医师 帮我们手术 所以耳皮侯科医师 许瑞贤医师 也会到我们现场 卓老师每一次妈妈跟我说 我的小孩是扁桃腺化膿的时候 或发炎的时候 我就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上一个医生讲 我说对嘛 你自己也没看到 但是 不过现在这个越来越少 因为现在外面有些诊所很厉害 你们诊间也是啊 你们那个照出来扁桃腺化膿 会给妈妈看吗 就说你看 你看荧幕上面有 所以现在就比较不能说 那是医生讲的啦 但是他可能有亲眼看到 不过真的就如同我刚刚开场 我是觉得扁桃腺化膿 这个真的尤其在小孩 爸爸妈妈不要太紧张 因为基本上已经21世纪 我们医疗非常进步了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扁桃腺就是我们身体的淋巴组织 就是一个战场的一个像是一个牢笼 有一些细菌从我们呼吸道 或口腔进去 那就在这个淋巴结 也就是我们的扁桃腺里面 就是一个大战场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在这个里面 把它杀死掉 事实就解决了 所以轻微的病毒感染 淋巴结也会肿 就是扁桃腺也会肿 然后严重的细菌感染 扁桃腺也会肿 所以不能因为扁桃腺肿大 我们就说好严重 其实只是代表你正在打仗而已 那严重度其实跟感染的病原体相关 所以黄医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扁桃腺化膿有哪一些疾病 哪一些病原体有可能会造成它 这个化膿肿大的问题 这张图可以看到 这是玄庸垂的部分 这有两颗非常大的淋巴结 上面有白白的点点 对 扁桃腺化膿 第二张图的话 看到这张图并没有看到扁桃腺突出来 而是一个玄庸垂 玄庸垂上面有一个白白的点点 这个溃疡 其实这张是一张常病毒的 那再来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一点 那是怎样的病毒 跟怎样的细菌 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最有名的话就是叫 烧酒机 烧很久的 现病毒 是第一名 第二个的话 EB病毒 有时候甚至会化膿 比这张图还更厉害 整片白白的 那叫做覆盖出的扁桃腺 那就会有时候烧得更厉害 十七八天都有可能 不管是哪一种病毒 这两种病毒 通常不至于有严重的并发症 那最担心的还是一点的是 A型链球菌造成的扁桃腺化 OK 那病毒 不管是腺病毒 或者是EB病毒 当然都会合并其他的症状 比如说腺病毒 可能会有一些感冒的症状 解膜炎 发高烧 如果是EB病毒 可能就是眼皮肤中 身上长症等等的 但是真正医生可以出手治疗的 其实是细菌 因为病毒就是等 虽然靠自己的免疫力 把这个腺病毒赶走 把疫病病毒赶走 但是真正我们医生想要判定 或是想要决定 要不要用抗生素处理 其实最常见的是A型链球菌 是有些妈妈会上网查说 这个A型链球菌 会造成很多很多病发症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因为才在过去的年代 我们讲譬如说 战后1950年代 这是一个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所以爸爸妈妈查的资料 看到一些很严重的病发症 譬如说局部的化膿 可能是喉咙化膿的 它蔓延到脑脊髓 蔓延到咽喉后面 咽喉内的感染 甚至蔓延到肺部 有这样多中耳炎等等 这是第一个局部的蔓延 第二个有可能是它的病已经好了 但是它的抗体免疫反映出来 然后影响到肾脏 或是影响到心脏 像风湿热 所谓的风湿性心脏病 这是过去很常见的 是 但最近就比较少见 因为抗生素的治疗 完整 诊断跟抗生素治疗完整 所以这是要特别提醒的 那这边在补充细菌性的扁桃腺化膿 不只是扁桃腺化膿 在孩子们 时常会造成心虹热的症状 那心虹热的话就是 全身会起红色皮疹 尤其在肘窝 腋下 还有膝窝的地方特别明显 摸起来粗粗的 会像沙子一样 躯干也有 如果说真的有孩子发烧 又全身起疹子的话 那这个扁桃腺化膿要特别小心 会不会是A型链球菌造成的心虹热 所以A型链球菌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 的确是很比较恐怖的 像《星红热》在很多的小说里面 古典小说里面都会出现 就是躺在床上病奄奄 半条命就没了 以前因为没有抗生素的年代 这个可能就是会怕它会到处传染 蔓延出去 好 总括来讲 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扁桃腺化膿 我们医生跟爸爸妈妈 应该在意的是 这是病毒感染所造成的化膿 让它自己抵抗力就杀死掉 还是细菌 A型链球菌造成的化膿 我们要赶快杀死这个细菌 不然的话 它就可能有一些后面的病发症 后遗症甚至会休克 等等严重的疾病 是 好 那我们医生通常怎么判断 腺病毒其实有快晒可以做判别 EB病毒的话可能就比较复杂 需要抽血 但它有些独特性的点是 抽血的时候可能肝功能会上升 或单核心有增高 其实医生是有办法判别的 但也不代表每个人都需要抽血 那再来讲 那要判别 这两个都会自己好 细菌是最重要 细菌在我们通常医院都会有 快晒的检查 准确度当然没有培养好 准确度蛮高的 所以可以考虑的 其实准确度不错 九层以上 九层以上 对 其实算是跟培养不相上下 不相上下 是 已经很好了 快晒因为它就是 几分钟就 或者是半小时内就出来 半小时左右 所以如果真的爸爸妈很担心的话 我们就会说 没关系我们快晒一下 让你先确定 不是这只大魔王 是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想今天看节目的 爸妈妈一定要记得 A型练球菌很少在三岁以下 是 所以如果你孩子才一岁 两岁 会不会风湿热 肾脏 休克 我当然医生没有人敢说百分之百不十 但是几率真的很低 三岁以上才有可能 一定有人要问为什么 细菌要感染 他一直要有个 宿竹 对 要有个门 要有个门 有门可以开吗 好像三岁以下 那个门没有 就是还没有发展 所以那是找不到 找不到门 这个 对 三毛疗疯 这真是典型的 就是找不到门进去 所以三岁以下感染 其实会比较低一点 了解 好 所以三岁以上 喉咙有化膿 然后就像我们今天小博 他那时候 虽然我们不晓他是不是A型练球菌 但他说好痛 还有什么症状 比较腺发炎 比较腺发炎 我们除了会发高烧 大概38度以上 甚至38度5以上 另外有时候 我们会伴随 我们颈部的淋巴结 会肿大 另外 比较腺上面 会有一个化膿的情形 然后看到有白色的 一个浓氧在上面 对 那另外 当然 刚刚讲的 我们做一些细菌培养 会发现 快塞 会发现有这个A型练球菌 的一个产生 大概会合并 这样的一些状况 我们才会认定说 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 一个扁条腺发炎 是 是 是 假设 他A型练球菌 吃了抗生素 然后就好了 十天 可是扁条腺开起来还是种种 是 然后他好像两次嘛 对 两次 第二次又来 那医生跟他说要割 对 请问 我们切除扁条腺 只有两个原因会去考虑 第一个就是 影响到睡眠 影响到睡眠 那简单来说 就是扁条腺的大小的问题 太肿了 太肿了 那影响到我们一个 呼吸道的主射 所以导致他 在睡眠的时候 会有一个呼吸中断的 一个状况产生 就是我们讲的 睡眠呼吸中止 这样的状况 我们会建议他做切除 那第二个就是 反复发炎 那这跟扁条腺的大小 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反复的发炎 会造成小朋友 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品质 一直发烧 甚至有个发高烧 还要住院 一次住就四五天 五六天 对 那如果一直很频繁 有这样的状况 发生的时候 这两个状况 好 就是刚刚讲的 影响睡眠 第二个是反复发炎 这两个我们会建议 要做切除的动作 好 那什么叫做影响睡眠 晚上打呼呼 就叫影响睡眠吗 刚刚讲过 如果今天我们扁条腺肥大的时候 他会去阻塞到我们的呼吸道 的一个通道 造成我们的呼吸道阻塞 好 那基本上 会造成一个睡眠呼吸中止的一个情形 当我们呼吸道阻塞的时候 呼吸会困难嘛 这时候我们的大脑 会去侦测呼吸困难的一个现象 小朋友就会开始 越来越用力的呼吸 这时候他冷就会醒过来了 所以间接着 他的睡眠就中断了 睡眠中断之后 慢慢的 他醒过来之后 正常呼吸了 他又睡着了 那这样子一天晚上 反复好几次 其实会影响到 小朋友的 生长健康 白天的一个专注力 那甚至还有的 会造成尿床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讲的睡眠呼吸中止 主要不是在讲打呼 应该是说打呼之后 他伴随了一个呼吸中止的一个情形 那来到我们耳鼻喉科 我们会去看他整个呼吸中止的一个次数 对 我们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 这个检查是由医院做 还是说叫爸妈自己回去 因为我有些爸妈会回去这样看一整晚 一直看一整晚 太累了吧 太累了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呼吸 睡眠呼吸的检查 是来到我们医院睡一个晚上 对 那我们会帮他装一些侦测的仪器 那到底是整个晚上 小朋友发生了多少次的一个呼吸中止 甚至只是呼吸变弱的情形 我们都可以侦测得非常清楚 几岁以上的小孩 可以在医院做这个睡眠测试 两三岁 能够在医院睡觉的小朋友 有个爸妈会陪伴在旁边 那我们没有关系 就可以来做这样的检查 对 但是也不是说每个小朋友 只要一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就会建议他去做这样的检查 有时候我们一些临床上的评估 那有些妈妈会带着录影 手机的录影 来给我们看他小朋友 在睡觉的时候 呼吸中止的状况 对 其实那样我们耳鼻耳科医生 就可以做一个评估 不需要再去做一个 这样一个实际的检查 小朋友大概有两点 一个是影响睡眠 另外一个是反复发炎 如果说有这两个状况 影响到小朋友生活品质的时候 医生会建议做一个 表现的切除 那我想 父母亲是不太需要担心的 那也有一些父母妈妈是 那个更科学的 就是更科技的 她自己买了一个 那个侦测血氧浓度的在家 现在都可以给APP了 然后她就拿给你看 就说我晚上侦测这个 可是我看国外说 这种居家的这种 真的好像准确度不高 就是不像医院的这种 是比较准确的 所以这种好像也很难评估 所以 可以请妈妈 用手机录下 她呼吸中止的情形 就是 醒过来这个样子 呼吸中止醒过来 可是一下翻个身 又睡着了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 那大概 我们会去统计 每个小时里面 呼吸中止的次数 大概几次 那小朋友基本上 只要大于等于一次以上 他就已经有一个 呼吸中止的状况 所以看一小时就可以了 对 那一小时有录到一次就 一次就已经算了 对于小孩子来说 那大人的话 大概要五次以上才算 而且耳别无科 是会去看你扁桃腺的大小 是 你扁桃腺 你说呼吸中止 你说扁桃腺根本不大 那你可能会 还是有其他的地方 会造成 所以这整个评估起来 睡眠呼吸中止 是因为扁桃腺 肿大所造成的话 你就可能会去 把它手术挖掉 对 那刚才讲反复感染 到底要反复感染到 几次你才会觉得说 这个实在是 生活品质太差了 要去把它挖掉呢 我们讲的是在 一年有七次以上 七次 然后两年五次 三年三次 这次数很大量 影响到生活的时候 才考虑 因为以额科观点 还是尽量不要去拿它 这些小朋友麻醉 还是有风险 以我们小额科医生的角度来讲 能尽量不拿 可以不要拿 对小伯母妈妈 其实有讲 她说虽然她也不晓得 到底拿好不好 但既然上帝让她放在那边 应该有她的意义 是 比如额科医生的研究 到底拿掉扁条线 会影响免疫系统吗 在青春期过后 我们扁条线的免疫活性 已经降低很多 其他的一些 身体的一些淋巴器官 会来替代这样的一个 防御功能 所以对大人来说 扁条线基本上是完全 没有任何用处的 但是在三岁到十七岁的 小朋友期间 三岁到十七岁 他的扁条线 还尚存有些许的免疫能力 但是就如上述所说 其实其他的地方 还是可以去取代 他在面对病毒 跟细菌入侵的时候 他不会有那种 手无寸体的情形 所以一般像我们现在 国内外已经有很多的 文献显示 这个三岁到十七岁的小朋友 在术前跟术后 做完扁条线切除 我们去测量 他这个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 并不会有减少的情形 那就代表说 他的免疫功能 并没有一个低下的状况 所以我想 在做这样的手术 如果经过医生审慎评估 其实 爸爸妈妈是不需要去担心的 那也是跟大家讲 为什么要观察那么久 除了刚刚我们黄医师讲的 就是说 手术毕竟是一个风险 不管是术后的初学 或是术中的麻醉 我们如果能不要碰 就不要碰 第二个还有就是 这个扁条线之后 还会再缩小 对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 他感觉很大 可是也许他年龄到了 他之后要停滞 然后之后就开始缩小 对 那因为有些小朋友来 其实我们会发现 他不只扁条线肿大 他其实扁条线周围 都有发生一些浓阳的情形 那这个就已经是 甚至比扁条线发炎 更严重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每一次 他一年中有两三次 都会发生扁条线周围 也有浓阳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 我们耳鼻尔科医生 可能就会建议他 直接把笔条线拿掉 早一点 你会说我一定要 每一年都要抽到七次 我才能开这个手术 这小朋友可能一辈子 都没办法开这个手术 但是他每一年 都在遭受这样的痛苦 对 我想那个次数是做个参考 主要还是要经过 还要更严重度去承证 对 对啦 你讲也没错 如果每一次都搞到旁边 都化膿 都住院 对 好像也真的是有点太痛苦了 是 好 而且不要忘记 扁桃线有个好朋友 叫腺样体 对 觉得他后面 也是扁桃线 他也是淋巴体 只是你看不到 就是耳鼻尔科医师 进去看才看得到 对 所以搞不好这个种 那个也种 然后两个加成在一起 有时候耳鼻尔科医师 就会说 我拿掉腺样体的时候 顺便把你扁桃线也一起拿了 是 对吧 吃饭 没错 所以扁桃线 是我们这个 17岁以内的小孩子 其实它是一个 淋巴结组织 是我们的门绳 希望能够提高 我们呼吸到这一圈的抵抗力 但是如果这个门绳 实在是太过恶霸了 腫得太大了 造成你的呼吸中止 造成你反复的感染 那么也许这个时候 我们才会说 好啦 我们用手术的方式来处理 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 能够给很多爸爸妈妈 对扁桃线画 能有更深的理解 如果你们家有0到18岁 孩子有身心灵的问题 要我们哀家 郭音团到你家家访 都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要用我们经验来猜的 这个准确度 就会越来越高 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 抗争素的滥用 帖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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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